凡凡 平凡 格雅真的会来吗 他有工作要忙 所以来不了 他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呢 可能工作走不开吧 他又找到工作了 好像昨天刚找到他 在一家寿楼处 真的吗 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安娜 你最好别问 他怕你知道了会去找他 他真的不敢 面对你 面对自己 他怎么会怕我呢 我又不会真的吃了他 可是这件事情 在格雅心里已经有的阴影 他始终觉得对不起你 没法面对你 他甚至还说 不配得到你的原谅 他怎么会这么想呢 格雅是不是在恨我呀 他恨我当的杂志生 那么多人羞辱他 恨我害他丢了工作 他才不肯来的 他不是不肯来 他只是 只是 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 面对你吧 所以 才会本能地选择逃避 安娜 其实我知道你已经原谅他了 现在的问题 是格雅还没有原谅他自己 你是没看见 他这段时间的状态 他还真的非常消极 我真的很担心 因为他曾经说过 他说这么长时间 他所受到的折磨 都是老天对他的惩罚 所以我害怕 再这么下去 我们真的会失去的 平凡 你会不会觉得 有时候我这个人 很霸道 很讨厌 没有啊 你怎么会这么想 这些日子 我总是在回想 我跟格雅在一起的时光 我跟格雅 以前我伤心的时候 有他陪着我哭 我高兴的时候 有他陪着我笑 其实你刚才分析的没有错 我看见格雅房间里空荡荡的 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友情和爱情一样 都需要忠诚 可是人无完人嘛 一段关系没有谅解的话 怎么也不会长久 而且这些林志薛的事情 我也没有告诉格雅 你也是一种背叛啊 总而言之 这个事情 在格雅心里已经有了心结 烦恼 能打开心结这种 只要你 我真的不想失去格雅这个朋友 格雅倒是能听你这些话 一定会很开心的 让你不让 你干嘛呀 我和录音非常具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